亲爱的同学,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第17章 你的心以密汉作秀 祷告可是公开祷告 也可以是在密室祷告 那公开祷告 正确的动机就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是要为追求别人很多人的赞美 这就不是神说喜悦的哟 因为神他非常厌恶 骄傲 那在密室的祷告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让我们不要受到分心 而且在密室里面祷告 能够展现我们真实的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在密室里面祷告 没有其他的人看见 也没有其他人听见 我们可以全副注意力与焦点 都是放在神身上 能够爱慕他 向他认罪 感谢他的祝福和引导 而且我们在祷告过程当中 能够成名我们的需要跟需求 我们可以单单的跟神亲近 单单跟神相处 好 我现在呢 我们来做祷告 主啊 求你指示我 为何错过那么多与你独处的机会 求你帮助我 明白与你安静独处的时间 是非常的宝贵 在那里 我最能听清楚你的声音 最能诚实的面对你 也最能享受你同在的祝福和赏赐 主感谢你 选择如此亲近我 又邀请我花时间 与你独处 只有我跟你 帮助我完全除去自己的骄傲 也帮助我喜爱 花时间 单单亲近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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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们